《晴朗夜深星》 第十集的第二節 《晴朗夜深星》 剛才我們說到慶合合 是說保安人員的事 其實不是 是說那個賊進去拉多斯里的家 然後先偷走一趟車 然後半小時後再回去 再偷另一趟車 他們拿同一趟車回去 偷走那趟車然後再回去 會不會是這樣呢 應該會是 因為你這樣出入 不會引人注意 人家想是你 如果他偷走第一趟車 他說他偷走第一趟車是兩個門的跑車 所以他可能偷走那趟車當然越走越遠 因為他們怎樣來呢 去到那個人的家應該是有一趟車來的 應該會有同檔 所以你可能是另外一趟車來的 駕駛了那趟車離開 或者另外一趟車載他們再回來再偷趕 沒錯 劇情會是這樣 我們是福地魔師 我們是福地魔師 但是很可能找 五個小時之後 靠保安公司的GPS定位就找得回 GPS的全名我們福強會知道 Globalization Satellite GPS Positioning System 是不是真的 對 Globalization Positioning Globalization Position Satellization 我可以說 OK 剛才說到這個新聞 就是 無事保安 然後 奇怪的是他的標題 即是 無事保安 廠勒督 試梨 讓樓 試車士 我讀完之後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樣 試車士 或者已經是入了屋之後 拿了 因為他說在屋裏面有八堂車 所以他拿了這些車士出來 是開走那兩堂最名貴的 但是也不用試 車士上高的有那個車的logo 他在這裏是說七堂車 所以另一堂車是否是你的 我們也不知道 七堂車 OK 對於這件事 大家怎樣看 可能保安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他是便幫進去的 為何那麼輕易就能進去 他們那些應該是 Bangroden 是記得和格德 可能是進去的時候 保安的那個 很多人都會認為 通常的事情發生 案件發生都是 因為保安寸通 不是 是因為自己人做的 就是 靠近你身邊的人 不是 就是他熟悉 他熟悉的嘛 所以 偷車是印度人 啊 你這個笑話是你說的 這個笑話是你說的 我們有沒有說過 不是 因為他們說很多 就是 罪案的發生 基本上都是查你在附近的人就夠了 人 有兩者 很少的 個 case 是 就是 除了我們說瘋子 說他忽然看到你 他忽然間站你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人忽然間死了 通常都是找到他身邊的人 因為一些人可能很討厭他 或者之前和他有些少糾紛 通常都是這樣 你是否很喜歡戴柯南呢 不是 而這些是一個 很正常的 我沒有看到 柯南其實我都沒有看完 我知道她是這樣的 但是Mon姐有看心理書 你認為嗎 我認為 你是說賊怎樣辦案 不是 你認為剛才說保安 但是我們覺得疏忽的地方 我覺得不只疏忽 而是應該那些人很清楚 那段時間和那裏的保安是熟悉的 然後才能進去 可能也不一定是熟悉的 保安會說24小時在那裏 沒有時發生 那就真的很悶 如果我排除了 是真的 沒時發生 你們看保安 她坐在那裏 沒時發生 她很悶 是真的 這是心理的 所以她也希望有時發生 我的意思是不是說有時發生 即是她覺得沒時發生 可能她 我們叫做不 alert 你不 cautious 因為你沒時發生 我說真一句 我請你回來 就是在那裏 即是她沒有實戰經驗 是的 第一 她沒有實戰經驗 我現在排除沒有說穿通還是什麼 她沒有實戰經驗 第二 譬如說住戶的人 好像剛才文斌說 住戶有人經過 她可能知道保安的習慣是怎樣 她可能知道保安的保安 保安不可能只有一個人的 有時候可能他們會請 有一批一批的那種牙 到終點就換 對 可能你換的時候那個時間 就來了 他們就大概知道 這樣 這班 就埋了很久 是的 即是說 這班都不是普通的人 他們是專業的 他們會觀察 他們也會觀察 你保安的牙會怎樣 通常都是觀察完之後 他們才會去辦廣場 住戶真的是很蠢的拆 是的 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失手是失手 於這麼名貴的車 他們測了沒有計算到有GPS 是的 其實他們應該是計算到的 他們可能五小時走得不夠快 或者是摩托了 或者他們沒有這樣的經驗去拆除那個GPS 可能還在想著檢查 沒有遇過這樣的類型的車 剛才說到保安 大部分我們現在身邊的 即是我們所看到的保安都是男保安 嗯 剛才Mon姐就發現了 原來其實其他國家是有特別多的女保安 馬聲是有的 都是有女保安的 有的 雙場裏面都有保安 雙場是有女保安的 其實為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 那其實 我知不知道呢 就不知道 但是那個opment是這樣說的 是深圳有一間物業公司 就為什麼去請女保安呢 原因是因為女保安比較親切感 比較親和力一點 就是說 有什麼事 沒那麼兇 對 沒那麼兇 沒那麼兇 有什麼事好像 在這篇文裡面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可以讀下去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業主以前聘請 就是這間公司聘請男保安的時候 他們現在幫業主會有多一點的衝突 會有從家 但是當他們請女保安之後 這些事就減少了 減少很多 因為女生可能比較 軟一點 這個紙的物業是指 就是剛才福強說的是什麼 management 就是management 好像有一間公司去做 整間公司去做 整間公司去做 整間公司的運作 嗯 甚至乎 他們這班女保安 都有一個能力 就是他們要記載所有 熟客的車牌 或者是他們住那間公司裡面的人 是啊 所以他們知道 因為是保安嘛 他們都清楚知道 雜丁一開始 可能沒那麼記得 這個是其中一樣 這間公司要聘請他們需要的能力 之後還有是 女保安並不是任何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聘請她 因為她是女生 所以如果手上比較靜一點的地方 他們就不會聘請回女保安 嗯 他們會聘請回男保安 嗯 不 我剛才 這個就是講到 為什麼他們會聘請女保安 因為是親戶力 但是我覺得是 為什麼會有男警察和女警 以及為什麼Complex裡面 會有男保安和女保安 就是萬一遇到女小偷的時候 那就是由女保安去搜身 是不是打斷她 是比較方便 這個比較方便 就是同樣離機場的話 都會有男女的關係 工作人員 嗯 嗯 那福強對於女保安有什麼看法 女保安嗎 最重要 最重要是索 哈哈 就是好像Mon姐剛才說 她幾乎 她幾乎公安的話 我很自然我就想偷你 我想給她的手 你搜我身 哈哈 就是好像Mon姐剛才說 就是她們會看到 她們會看到女性 女保安會比較有親和力 或者沒有那麼多討論的話 應該是女保安給到你的樣子 以及你可以容易比較接近一點的 剛才你提到為什麼會說女性 沒有那麼多的問題 因為那是一段新聞 但是以正常來說的話 我們分回去男性和女性的性格 男性就不打得小孩 可能比較貪玩 也比較判力 然後之後當然會 通常男性都很少 大部份應該是補真意的 就是拿到個身水的話 可能就是 但是女性的話 可能就比較 loyal一些 就是接到order 或者她們可能會比較專業一些 這個是全世界都發生的事 也就是說為什麼 可能女職員或者女性的收入 已經逐漸提高 第二你都會看到可能很多國家 已經很多了 已經是有國家開始有女首相 或者女總統 這樣的事情 是否女性做事那時候 是比較focus一點點 甚至細心 對 對 甚至是比較細心一點 第二她都不會說 可能女性到了一個年齡 她就會開始 如果她是有家人的話 她就會打算 take care 家人 還有做事是應該要 扶上責任 對家人的那個責任 但是男性的話很少 不是說 不是說好笑 應該說好笑 因為大部分成功的男性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即是很成功的男性 即她已經知道老婆 會過家 那她又會 但女性 女性不僅止這樣 其實如果女性 那個是有家庭的話 她必須要 又要兼顧家裡的東西 所以她變成了她的focus 是真的不同 即是女性出來做工的話 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她可能 即是創業 或者她都是想到家裡 所以她們會更加重 所以她們會更加重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即是針對於 為什麼你說那個公司 會請女性 她又說到她們必須要背 要背 全部背 可能男保安 對於我 我只是一份普通的工 來的 男保安 不知會不會講得太遠 但我覺得 你覺得吧 你有沒有看任達華 那些東西叫做 衝鋒車 還沒看 不知道是衝鋒車 還是衝鋒景 衝鋒車 但是衝鋒車 是否只有任達華做 任達華是明星做 但是 很多美 不是 你說那個是比較多明星的 但是我說這個 任達華是最主要的主角 然後她是說 她是說任達華是做些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她是鋒 鋒車的 即是她們說 她是鋒鋒車 即是她們所謂的那種警車 還有很多人的 她是從事鋒車的 原本她是重案組的 她要求調職去做鋒車 然後後來就 講到這裡 她為什麼調職呢 因為她兒子是有 有少許 Down syndrome 的問題 總之就 就不是那麼健康 即是 會無緣無故死的 那她做了七八年的這份工 她都是做到很專業的 即是她肯定不準時上班 做回她份來應該做的事 然後有一天 好像抗匪那時候 她都很抽得的 她有健身的 她都很抽得的 那她是誰來的 只是開車的 為什麼她這樣抗匪 抗四五個匪 接著她的戰績 她只會是一個鋒鋒 但她很多時候 她都是做回一個警員 要做的事 跳下去 或者人家要引爆 或者密室 她講完這個故事 後來她要求她兒子 過世了 她要求回到重案組 然後找到一個大案 跟著她說 整個故事很平淡 但她是說 專業 今天你做保安 或者是 責任心 她是說到 你是應該 得益 專業 所以她在她的衝鋒車 那裏 部門那裏 她是欺負你的 她的一個靈 是吧 我知道 就算今天是做一個 我現在做這份工 我應該要做好的事情 就算今天我是炒鬼丟 我應該做好 做好的事情 所以我剛才看到 如果做保安的話 就是 如果是 勒一精一的話 是 應該會 沒有那麽多事發生 嗯 那不如 講話 不如講回 馬來西亞 我來見到的那些保安 給我們印象是怎樣 就是這樣講到那裏 就是 You stay here You stay here 很多文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 我們都是這樣 就是伸個手 然後就 有時未伸手已經開了 就是她們都很聰明 她們都很合作 也很合作 沒有的 如果你不是特別贏 特別嫌 記得假的 的話 通常你的車這樣 然後她們就怕放鬆 然後她們就很順手 跟你打招呼 這些是新村花園 對 因為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水準的補光 如果你是說在比較商場 或者是在比較貴的屋 那些 那些 那些地方 你看到有不同的 有些擔著狼狗 周圍走 對 照著燈 照著你 有些人會說 有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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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的 有些地方真的有的 這個你經驗多了 對 有些人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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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們會說 HELLO 這樣說完了 OK 抹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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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件事 所以 保安基本上就是這樣 是 沒有記憶 之前有一宗新聞 是在 湾 前幾年 是說 不知道是否被人打仗 我不太記得 那個案子 你說在卡北那裏 是來成功 四個保安 是抓到的 喔 他們很生氣啊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之前 IKEA 因為他們 他們還說 幾宗都在 那邊 那些女生 不是說 跟到上車 然後差點抓到 對 對 是 是啊 但是都 非常之 驚訝 又真的抓到 竟然是 保安抓到的 是啊 Ellen 很少有這樣的事 發生的 其實那些 那些勾傻 已經是敬業樂業 抓到他們 他們都會生氣 真的會打他們 是啊 如果大多數 我們看到保安 就是這裡抓賊 他們就看不到 就走到另外一邊喝茶 很容易 趕緊一點時間 講一下大家 很少人知道的事情 其實如果抓到小偷 或者是進到 complex裡面 嗯 之前我們聽到說 是會打的 嗯 但實際上是否 保安是不會打的 不是不會打 他不會打的 他會請他出去 但是 然後會有另外一班人打 哈哈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保安是穿著制服的 是 他們很清楚 他在這裡上班的 那如果別人要尋仇的話 他第二天是會找到他的 那別人都是打工的 但是另外那一班 是不是沒有穿制服的 也是有那班打的 因為他們是便衣的 原來是這樣 OK啦 好 這集我們Focus比較累些 好 休息一會